这时候,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子两手向头发里乱爬,嚷到那胖女店主身边。 胖女人一手拍怀里睡熟的孩子,一手替那女孩子搔痒。 她手上伸得五根香肠,灵敏得很,在头发里抓一下就捉到个尸,吓死了,叫孩子摊开手掌受着,沉湿累累。 女孩子把另一手指着死尸,口里乱数,一二五八十。 孙小姐看见了,告诉心眉红剑,大家都觉得身上痒起来,便回卧室睡觉。 可是,方才的景象是他们对床铺起了戒心,孙小姐借手电给他们在床上照一次,偏偏电用完了,只好罢休。 心眉道,不要害怕,疲倦会战胜一切小痛痒,睡一晚再说。 红剑上床,好一回没有什么,正放心要睡去,忽然发痒,不能忽略的痒。 一处痒,两处痒,满身痒,心窝里齐痒。 蒙马托尔,蒙马扯尔的跳躁市场和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造师大会全向在这欧亚大旅舍里举行。 咬得体无完肤,抓得只无余力。 每一处新鲜明确的痒,手指迅雷闪电式的那种,然后谨慎小心地粘起,才知道并没捉到那咬人的小东西,白费了许多力,手指尖只是一小粒皮肤血。 好容易累死一个臭虫,宛如抱了臭那样的舒畅,心安理得,可以入睡,谁知道杀已并未紧百,周身还是痒。 到后来,疲乏不堪,自我一时愈缩愈小,身体只好推出自己之外,学我佛如来舍身为虎的榜样,尽那些早失去受用。 外国人说,听觉敏锐的人能听见跳蚤的咳嗽,那一晚上,这副尖耳朵该听得出跳蚤们吃饱了衣气。 早晨清醒,居然自己没给早失吃个精光,收拾残骸,圣肉还构成个人,可是并没有成佛。 只听心眉在床上狠声道,好呀,又是一个,你吃得我舒服呀。 洪剑道,你在跟跳蚤谈话,还是在捉失? 洪剑道,心眉道,我在自杀。 我捉到两个臭宠,一个跳蚤,那死了,一点一点红,全是我自己的血,这不等于自杀,咦,又是一个。 哎哟,给他溜了。 洪剑,我奇怪这家旅馆里有着许多吃血动物,而女掌柜还会那样肥胖。 洪剑道,也许这些早失就是女掌柜养着,叫他们吸了客人的血来攻击他的。 我劝你不要捉了,回头他叫你一场命,怎么得了?赶快起床,换家旅馆吧。 两人起床,把那衣脱个金光,赤身裸体,又冷又笑,手指沿衣服缝掏着那着,把衣服抖了又抖,然后穿上。 出房碰见孙小姐,脸上有些红点,扑鼻的花露水香味,也说痒了一夜。 三人到汽车站留言板上,看见李固留的纸条,说住在火车站旁一家旅馆内,便搬去了。 跟女掌柜算账的时候,洪剑说这店里跳蚤太多。 女掌柜大不答应,说他店里的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洪剑们随身带来的。 行李陆续运来,今天来个箱子,明天来个铺盖,他们每天下午得上汽车站去领。 到第五天,李梅亭的铁箱还没影踪,记得他直嚷直跳,打了两次长途电话,总算来了。 李梅亭忙打开,看里面东西有没有损失,大家替他高兴,也凑着看。 箱子内部像口厨,一只纸都是小抽屉,拉开抽屉,里面是排的整齐的白卡片,像图书馆的目录。 他们诗声奇怪,没停面又嘚瑟道,这是我的随身法宝。 只要有它,中国书全烧完了,我还能照样在中国文学戏开课程。 这些卡片照四角号码排列,分姓名题目两种。 洪剑好奇,拉开一只抽屉,把卡片一拨,只见那张片子,天头上红墨水横写着度幅两字,下面紫墨水写的标题,标题以后,蓝墨水细字的正文。 洪剑觉得没停的白眼睛,在黑眼镜里注视着自己的表情,便说,精细极了。 了不得,自知语气牵强,哄不过李梅婷,忙家一举。 郭先生,心梅,你们要不要来瞧瞧?真正是科学方法。 顾尔谦说,我是要光光眼界,学是学不来的了。 不怕嘴酸舌干的连声赞叹。 李先生,你的钢笔书法也雄见得很,并且一手能写好几体字,变化百出,佩服佩服。 李先生笑道,我字写得很糟,这些片子都是我指导我的学生写的,有十几个人的手笔在里面。 顾先生摇头道,哎,名师必出高吐,名师必出高吐。 这样上下左右打开了几只抽屉,李梅婷道,下面全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可看了。 顾尔谦道,包罗万象,我真恨不能偷了去,李梅婷来不及阻止,他早拉开进箱底了两只抽屉,一。 这不是卡片,孙小姐凑上去瞧,不肯定地说,这像是西药。 李梅婷冰冷地说,这是西药,我背着路上用的。 顾尔谦这时候给好奇心知,使得没注意主人表情,又打开两只抽屉,一瓶瓶紧暖稳密地躺在棉花里,露出软木塞的,可不是西药。 李梅婷忍不住挤开顾尔谦道,东西没有损失,让我合上箱子吧。 洪剑恶意道,东西是不会有人偷的,只怕脚腹手脚粗,扔箱子的时候把玻璃瓶震碎了,你应该仔细检点一下。 李梅婷嘴里说,我想不会,我棉花塞得好好的,手本能地拉抽屉了。 这箱子里一半是西药,原凭风口的萧志龙,要特灵,金鸡纳霜,扶美名大片,应有即有。 欣梅道,李先生,你一个人用不了这许多呀,是不是高松年托你替学校带的? 梅婷想淹在水里的人,忽然有人拉他一把,感激得不放松道,对了。 对了,内地买不到西药,各位万一生起病来,那时候才知道我李梅婷的功劳呢。 欣梅笑道,欲谢,欲谢。 有了上半箱的卡片,中国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有了下半箱的药,中国人全病死了,李先生还可以活着。 顾尔谦道,哪里的话? 李先生不但是学校的功臣,并且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亚当和夏娃为好奇心失去了天堂。 顾尔谦也为好奇心失去了李梅婷安放他的天堂,公围都挽回不来了,跟着的几句话显得使得进地狱。 我这两天冷热不调,嗓子有点痛,可是没有关系,到厉害的时候,我问你要三五片府美名大赖汗。 欣梅说,在金华耽误着好几天,钱花了不少,大家把身上的余钱摊出来,看供有多少。 不出他在船上索料,李顾都没有把学校给的旅费全数带上。 这时候,两人也许又留下几元镇守口袋的钱,做香烟费,只合交出来五十余元,新美等三人每人省八十余元。 所住的旅馆账还没有付,无论如何,到不了学校。 大家一决拍电报给高松年,请他汇币款子到吉安的中央银行里。 新美道,大家身上的钱在到吉安以前,全部充作公用,一个子儿不得浪费。 李先生问,香烟如何? 新美道,以后香烟也不许买,大家得戒烟。 洪剑道,我早戒了,孙小姐根本不抽烟。 新美道,我抽烟斗,带着烟草,路上不用买,可是我以后也不抽,免得你们瞧着眼红。 李先生不想,忽然说,我昨天刚买了两罐烟,路上当然可以抽,只要不再买就是了。 当天晚上,一星五人买了三等卧车票在金华上火车,明天一早可到樱坛,有几个多情而肯远游的造师一路陪着他们。 火车一清早到樱坛,等行李领出,公路汽车早开走了。 这镇上唯一像样的旅馆挂牌客满,只好住在一家小店里。 这店楼上住人,楼下卖茶带饭,窄街两面是房屋,太阳轻易不会照进楼下的茶座。 门口桌子上,一碟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始红烧,现在像红人导运,又冷又黑。 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 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 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里的随寒三有,现在刚是深秋天气,还显不出他们的厚雕境界。 楼纸搁着一张竹梯子,李先生的铁箱无论如何运不上去,店主拍胸担保说放在楼下就行,李先生只好自卫道。 譬如这箱子给火车耽误了没运到,还不是一样的人家替我看管,我想东西不会走漏的。 在金华不是过了好几天才到吗? 大家赞他想得通,心没有伙计陪着仙上楼去看卧室,楼板给他们践踏的做不平之名,灰尘扑苏苏的掉下来,顾先生笑道,赵先生的身体真重。 店主瞧孙小姐掏手爬出来扶灰,就说,放心,这楼板牢得很。 楼板要想得好,晚上贼来,客人会惊醒。 我们这店里贼从没来过,他不敢来,就因为我们这楼板会想。 下,耗子走动,我这楼板也报信的。 伙计下梯来招呼客人上去,李梅亭依不舍地把铁箱托付给店主。 楼上只有三间房还空着,都是单铺,伙计在赵方两人的房间里天张住他,要算双铺的价钱。 欣梅道,咱们这间房最好,沿街,光线最足,窗上还有帐子。 可是,我不愿睡店里的被褥,回头得另想办法。 洪剑道,好房间为什么不让给孙小姐? 欣梅纸壁上道,你瞧吧。 只见剥落的白粉壁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淡墨字。 路过英坦,与王梅云女士,恩爱双双提词,永久纪念济南许大龙体。 记着中华民国年月日,一算就是昨天晚上写的。 后面也像许大龙的墨迹,是首诗。 久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今朝有缘来,相会明日,你动我向西。 又写着,大爷去也,那感叹记号,使人想出这位许先生撇着京剧说白的调,挥着马鞭子,慷慨激昂的神器。 此外,有些铅笔小字,都是讲王美玉的,想来是许先生酒醉色谜那一夜以前旁人的手笔。 因为许先生的诗就写在孤王酒醉樱坛公王美玉生来好美容那几个铅笔字身上,又有新式标点的铅笔字三行,注意,王美玉有毒。 抗战时期,凡我同胞,均需未升为建国之本,万万不可传染。 而且他只认杨前没有情。 过来人体,旁边许大龙的淡漠批语道,毁坏名誉该当何罪。 洪剑笑道,这位姓许的,倒有情有义的很。 欣梅也笑道,孙小姐这房间住的吗? 李梅亭更住不得。 正说着,听得李顾那面嚷起来,顾先生在和伙计吵,两人跑去瞧。 那伙计因为店里的主塔全为天铺用完了,替顾先生把衣衫板门搁在两张白木凳上,算是他的床。 顾尔谦看见心眉和红剑,声势大振,张牙舞找道,二位瞧他可恶不可恶。 这是割死人失手用的,他不是欺负我吗? 伙计道,店里只有这块板了,你们穿西装的文明人要讲理。 顾尔谦拍自己轻步大挂,胸脯上一片油腻道,我不穿西装的就不讲理。 为什么旁人有竹塔税,我没有。 我不是照样付钱的。 我并不是迷信,可是出门出路,也讨个历史,你这家伙全部懂规矩。 李梅亭自从昨天西药发现以后,对顾尔谦不慎庇护,冷眼瞧他们吵架, 这时候插嘴道,你把这板搬走就是了。 吵些什么,你想法把我的箱子搬上来,那箱子可以荡床, 我请你抽支香烟,伸出左手的食指摇动着仿佛是香烟的样品。 伙计看只是给烟熏黄的指头,并非香烟,光着眼道,香烟在哪里。 李梅亭摇头道,哼,你这人笨死了,香烟我自然有,我还会骗你。 你把我这铁箱搬上来,我请你抽。 伙计道,你有香烟就给我一根,你真要我搬箱子,那不成。 李先生气得只好笑,顾先生胜利地叫大家注意,这伙计蛮不讲理。 结果红箭水的竹塔跟这扇门兑换了。 孙小姐来了,心没问到何处吃早点。 李梅亭道,就在本店罢,省得上街去找,也许价钱便一些。 心没不便出主意,伙计恰上来欺查,便问他店里有什么东西吃。 伙计说,有大白馒头,四喜肉,鸡蛋,蜂肉。 红箭主张切一叠蜂肉加了馒头吃,李故照三人赞成, 说是本位文化三明治,要吩咐伙计下去准备。 孙小姐说,我进来的时候,看见这店里都是苍蝇,馒头和肉进苍蝇盯着,恐怕不大卫生。 李梅亭笑道,孙小姐毕竟是深贵教养的,不知道行路艰难, 你要找一家没有苍蝇的旅馆,只能到外国去了。 我担保你,吃了不会生病,就是生病。 我箱子里有的是有,说实,做个鬼脸,倒比他本来的脸和视线。 欣梅正在喝李梅亭房里心气地开水,喝里口,皱眉头道, 这水愈喝愈渴,全是烟火器,可以代替火油点灯的。 我看着店里的东西靠不住,冬天才有蜂肉,现在只是秋天, 知道这蜂肉是什么年身月酒的古董。 咱们别先叫菜,下去考察一下再决定。 伙计取下壁上挂的一块乌黑油腻的东西,请他们赏见, 嘴里连说,好味道。 引得自己口水要流,生怕经这几位客人的馋眼睛一看, 肥肉会减瘦了。 肉上一条蛆虫从溺水里惊醒,栽如栽鸟。 李梅亭眼快,见了恶心,向这条蛆远远地尖了嘴, 做个指示记号道,这要不得。 伙计盲身指头按着这嫩肥软白的东西, 轻轻一纳,在肉面的尘垢上划了一条乌光油润的痕迹, 向心交的柏油路,一笔说,没有什么呀。 顾尔谦冒火,连声质问他,难道我们眼睛是瞎的? 大家也说,岂有此理。 顾尔谦还牢牢叨叨地牵涉适财床版的事。 这一吵吵的店主来了,肉里另有两条蛆,也闻声探头出现。 伙计再没法毁尸灭迹,只反复说,你们不吃,有人要吃,我吃给你们看。 店主拔出嘴里的汗烟桶,劝告道,这不是虫牙,没有关系的,这叫肉牙,肉,牙。 方红健隐身说,你们这店里吃的东西都会发牙,不但是肉。 店主不懂,可是他看见大家都笑,也生气了,跟伙计用土话估着。 结果,五人出门上那家向阳旅馆去吃饭,李梅亭的片子没有多大效力。 汽车站长说,只有照规矩登记,按次序三天以后准有票子。 五人大气恐慌,三天防范好一笔开销,照这样耽误,怕身上的钱到不了吉安。 大家没精打采地走回客栈,只见对面一个女人倚门抽烟。 这女人坚拳消脸,不知用什么东西烫出来的一头拳发,像中国协议画里的满树梅花, 井里一条白丝围巾,身上绿抽旗袍,光滑夺目。 可是那面子亮得像小家女人趁旗袍李子用的佐料。 欣梅拍红健的脖子道,这恐怕就是由美于丝了。 红健笑道,我也这样想。 顾尔谦听他们背诵论语,不懂用意,问,什么? 李梅婷聪明,说,尔谦,你想,这种地方怎会有那样打扮的女子,你们喝一杯论语。 红健道,你到我们房里来看吧。 顾尔谦听说是妓女,呆呆的官知不足,那女人本在把孙小姐从头到脚地打量, 忽然发现顾先生的注意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快累不平向侠客的胸襟, 上面叔叔的坠几立,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 顾先生倒骚得脸红,自信没人瞧见,忙跟孙小姐进店。 心眉和红健一夜在火车里没睡好,回房躺着休息, 李梅婷打门进来了,问有什么好东西给他看。 两人拦起床,叫他自己看墙壁上的文献。 李梅婷又向窗外一望,回头直嚷道, 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怀好意呀,怪不得你们要占据这间房, 对面一定就是那王美玉的卧房,相去只丝无耻的距离, 跳都跳得过去。 你们起来瞧,床上是红被,桌子上有大镜子,还有香水瓶, 哎,你们没结婚的人太不老实。 这是开不得玩笑的,咦,他上来了。 两人从床上伸头一瞧,果然适才以门抽烟的女人对窗立着, 慌忙缩头睡下。 李先生若无其事地靠窗昂首抽烟, 黑眼镜里,欣赏对面的屋顶, 两人在床上等得不耐烦,正想叫李梅婷出去, 呼听的女人说话了,你们哪快来的啥? 李先生如梦初醒地一跳到,你问谁呀? 我呀,我们是上海来的。 这话并不可笑,而两人笑得把被蒙住头, 又赶快揭开被,要听下文。 那女人道,我也是上海来的,逃难来这块的, 你们干什么的? 李先生下意识地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片子, 醒悟过来,尊严地道,我们都是大学教授。 那女人道,教书的,教书的没有钱, 为什么不走私做买卖?两人又蒙上背, 李先生只鼻子里应一声,那女人道, 我爹也教书的,两人笑得蒙着头叫痛, 那个跟你们一起的女人是谁? 她也是教书的。 李先生道,是的。 那女人道,我也进过学堂, 她赚多少钱傻? 心没怕这女人笑孙小姐赚的钱没有她多, 大声咳嗽,李先生只说,很多,很多,抽之烟吧。 那,皆好,两人紧张得不敢吐气, 李先生下面的话更使他们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问你,公共汽车的票子难买得很, 你,你熟人多,有没有法子想一个? 我们好好地谢你。 那女人讲了一大串话,又快又脆, 像钢刀削萝卜片。 大意是,公路车票买不到, 可以搭军用运货汽车。 她认识一位侯营长, 一会儿来看她, 到时李先生过去当面接洽, 李先生千谢万谢。 那女人走了, 李先生回身向赵方二人得意地把头转个圈, 一言不发,望着他们。 二人都钦佩她意向天开, 真有本领。 李先生恨不能身外化身, 拍着自己肩膀, 说,老李,真有你。 所以也不谦虚说, 我知道这种女人路数多, 有时用得着他们, 这就是孟长军解交鸡鸣狗盗的用意。 李先生去后, 心眉和红剑睡熟了。 红剑睡梦里, 觉得有东西在撞这极力稠密的睡, 只破了一个小孔, 而整个睡都褪散了, 像一道滚水似的注射冰面, 醒过来只听见, 快, 快。 昏头昏脑下床一看, 王美玉在向这面叫, 正要关窗不理她, 呼想起李梅婷跟她的接洽。 心眉也惊醒了, 王美玉道, 那戴黑眼镜的呢? 猴影长来了。 李梅婷得到通知, 忙把压在褥子下的西装裤子和领带取出, 早刮过脸, 劈迫了好几处, 倒也红光满面。 临走时, 李梅婷说, 静女家里不能白去的, 去了要开销, 这笔交集费如何算法, 自己方才已经赔了一只香烟, 大家担保她, 只要交涉顺利, 不但费用工担, 还有酬劳。 李梅婷问他们, 要不要到心眉房间里, 去隔窗旁听, 反正没有什么秘密的事。 愚人无辞雅兴, 说现在四点钟上街溜达, 六点钟在迟早点的馆子里聚会。 到时候, 李梅婷行冲冲来了, 大家忙问事情怎样, 李梅婷道, 明天正午开车。 大家还问长问短, 李梅婷说, 这位侯营长晚上九点钟要来看行李, 有问题可以面询。 这些军用货车, 每辆搭壳一人可行李一件或两件, 开向韶官去的, 到了韶官再坐火车进湖南。 一算费用比坐公共汽车贵一倍, 可是李梅婷说, 到处等汽车票, 一等就是几天, 这方饭钱全省下来了。 心眉愁愁说, 好事很好, 可是学校会到吉安的钱怎么办? 李梅婷道, 那很容易, 去个电报请高校长会到韶官的了。 洪建道, 到韶官折回湖南, 那不是都远路吗? 李梅婷复然道, 我能力有限, 只能办到这样。 方先生有面子, 也许侯营长为你派专车直放学校。 故而迁忙说, 李先生办事不会错, 明天一早拍个电报, 中午上车走他妈的, 要教我在这个鬼地方等五天, 头发都白了。 李梅婷还信心道, 今天王美玉家打岔尾的钱将来归我一个人出得了。 洪建忍着气道, 就是不坐军车, 交际费也该大家出的, 这是绝对两回事。 心眉桌下踢洪建一脚, 嘴里胡扯一阵, 总算双方没有吵起来, 孙小姐睁大的眼睛也恢复了常态。 回旅馆不多一会, 伙计在梯子下口里含着泛嚷, 侯营长来了, 大家赶下来。 侯营长有个橘皮大鼻子, 鼻子上附带一张脸, 脸上应有尽有, 并未给鼻子几句眉眼, 鼻尖生几个九次, 向未熟的草莓高声说笑, 一望而知是为豪杰。 侯营长瞧见李梅婷, 笑说, 怎么我会到小王那里, 你已经溜了, 什么时候走的? 李梅婷之无着忙把同行三人介绍, 孙小姐还没下来, 侯营长眼说道, 我们这货车不能私带客人的, 带客人违反军法, 懂不懂? 可是我看你们在国立学校教书, 总算也是公务机关人员, 所以冒险行个方便, 懂不懂? 我一个钱不要你们的, 你们也辛苦得很, 我不在乎这几个钱, 懂不懂? 可是我手下开车的, 压车的弟兄要几个香烟钱, 钱少了你们拿不出去, 懂不懂? 我并不要钱, 你们行李不多吧, 里面没有上海带来的私货吧? 哈哈, 你们念书人有时候很贪小便宜的, 笑得两家肌肉把鼻孔牵得更大了, 大家同声说不带私货, 李梅婷指着自己的铁箱道, 这是一件行李, 楼上还有, 侯营长的眼睛忽然变成近视, 弩目注视了好一会, 才似乎看清了, 放弃关枪似的说, 好家伙, 这是谁的? 里面什么东西? 这不能带, 忽然又近视了, 睁眼望着刚下踢来的孙小姐, 这也是你们捅走的? 这, 这我也不能带, 方才跟你讲不到几句话, 我就给人交走了, 没交代清楚, 女人不带, 要是女人可以带, 我早带小王一二一, 开步走了, 哈哈, 孙小姐气得应然作声, 洪剑等侯营长进了对门, 向他以消灭的阔背出声骂, 混蛋, 欣梅和顾先生, 劝孙小姐不要介意, 这种人嘴里没有好话, 孙小姐道, 都是我一个人妨碍了你们搭车, 洪剑道, 还有李先生这只八宝箱呢, 李先生你, 李梅婷向孙小姐道歉道, 我事情没办好, 带泪你受侮辱, 这样一说, 洪剑道没法损他了, 这事不成, 李梅婷第一个说侥幸, 还说施马安之非福, 带枪杆的人不讲理的, 我们同走有孙小姐, 一切该慎重, 而且到韶关转湖南, 冤网路走得太多, 花的钱也不合算, 方先生说话对极了, 在鹰坛这几天里, 李梅婷对洪剑刮目相看, 特别殷勤, 可是洪剑欲嫌恶他, 背后跟欣梅笑说, 为了打茶为那几块钱, 怕我挑眼, 就这样没志气, 我做了他, 宁可掏腰包的, 洪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自息自怜, 欲想欲, 懊悔这次的来, 与李梅婷顾尔谦等为伍, 就是可耻的堕落, 这十来天的旅行, 磨得一个人稚气消沉, 一天, 他跟欣梅散步, 听见一个卖花生的小贩, 讲家乡话, 问起来, 果然是同乡, 逃难流落在此的, 这小贩只淡淡说生住在本县城里那条街, 并不像他诉苦惊, 借回乡盘缠, 洪剑又放心, 又感慨道, 这人准碰过不知多少同乡的钉子, 所以不再开口了, 我真不敢想要历过多少挫折, 才磨练到这种死心塌地的境界, 欣梅笑他颓丧, 说, 你这样经不起打击, 一辈子恋爱不会成功, 洪剑道, 谁像你肯在苏小姐身上, 花二十年的功夫, 欣梅道, 我这几天来心里也闷, 昨天半夜醒来, 忽然想苏文丸, 会不会有时候想到我, 洪剑想起唐晓夫和自己, 心向火焰的舌头秃跳而起, 说, 想到你还是想你, 我们一天要想到不知多少人, 亲戚, 朋友, 仇人, 以及不相干地见过面的人, 真正想一个人, 记挂着他, 希望跟他接近, 这少得很, 人是太忙了, 不许我们全神贯注, 无间断地怀念一个人, 我们一生对于最亲爱的人的想念, 加起来恐怕不到一点钟, 此外, 不过是念头在他身上撇过, 想到而已, 心为笑道, 我总希望你将来回分几秒钟给我, 告诉你爸, 我第一次碰到你以后, 倒常常想你, 念念不识地恨你, 可惜我没有看表, 计算时间, 洪剑道, 你看, 情敌的彼此想念, 比情人的彼此想念还要多, 那时候也许苏小姐真在梦见你, 所以你会忽然想到他, 心为道, 人家哪里有功夫, 梦见我们这种孤魂野鬼, 并且他已经是曹元朗的人了, 要梦见我就是对他丈夫不忠实, 洪剑瞧他的正经样, 笑得打跌倒, 你这位政治家真是独裁的作风, 谁做你的太太, 做梦也不能自由, 你要派特务工作人员去侦查他的潜意识, 三天后, 到南城去的公路汽车, 赵立时挤的锦可荣族, 五个人都站在人堆里, 脚相安慰道, 半天就到南城了, 站一会儿没有关系, 一个穿短衣服, 满脸出油的汉子, 摆开两膝, 像打圈里的四平式, 老实地坐在位子上, 仿佛它就是汽车配备的一部分, 前面放个滚圆的麻袋, 里面响是米, 这麻袋有座位那么高, 刚在孙小姐审判, 欣梅对孙小姐道, 为什么不坐呀, 比座位舒服多了, 孙小姐也觉得站着摇摇撞撞的不安, 向他油脸汉子道生气, 要坐下去, 那油脸汉子直跳起来, 双手拦着, 翻眼嚷, 这是米, 你知道不知道, 吃的米, 孙小姐窘得说不出话, 欣梅怒容相想道, 是米又怎么样, 他这样一个女人, 坐一下也不会压碎你的米, 那汉子道, 你做了男人也不懂道理, 米是要吃到嘴里去的呀, 孙小姐休分顿足道, 我不要做了, 赵先生, 别理他, 欣梅不答应, 方理故三人也参加吵嘴, 骂着汉子蛮横, 自己占了座位, 还把米袋妨碍人家, 既然不许人家做米袋, 自己快把位子让出来, 那汉子看他们人多奇壮, 态度软下来了, 说, 你们男人做, 可以, 你们这位太太做, 那不行, 这是米吃到嘴里去的, 孙小姐第二次申明愿意一路站到南城, 欣梅等说, 我们偏不要做, 是这位小姐要做, 你又怎样, 那汉子没法, 默默打亮孙小姐一下, 把店做的小衣包拿出来, 截一条半旧的棉裤, 盖在米袋上, 算替米袋上防毒面具, 历声道, 你做吧, 孙小姐不要做, 但经不起汽车的颠簸, 和大家的劝告, 便做了, 鞋对着孙小姐, 有位子坐的是个年轻白晶的女人, 带着笑, 可是嘴唇和眼皮擦得红红的, 现眉细眼小鼻子, 五官平淡地像一把热手巾擦脸, 就可以抹而去之的, 说起话来扭头撅嘴, 他本在看热闹, 此时跟孙小姐攀谈, 一口苏州话, 问孙小姐是不是上海来的, 骂内地人凶横, 和他们没有理讲, 他说, 他丈夫在浙江省政府当科员, 害病心死, 他到桂林投奔夫兄去的, 他知道孙小姐有四个人同走, 十分新鲜, 自怨自怜说, 我是孤苦伶仃, 路上只有一个佣人陪了我, 没有你福气, 他还表示, 愿一同走到衡阳, 有个照应, 正讲的热闹, 汽车停了打早间, 客人大半下车吃早点, 那女人不下车, 打开提栏, 强孙小姐吃她带的米粉糕, 赵方二人怕寡妇分高为难, 也下车散不去了, 故而千瞧他们下去, 掏出半只香烟大锡, 李梅亭四顾少人, 对那寡妇道, 你那时候, 不应该讲你是寡妇单身旅行的, 路上坏人多, 车子里耳目众多, 听了你的话要起邪念的, 那寡妇向李梅亭眼珠一溜, 嘴一扯道, 乃先生真是好人, 那女人就要坐在他左边的二十多岁的男人道, 阿福, 让这位先生坐, 这男人游头画面, 像浸游的琵琶盒, 穿件青布大褂, 跟女人并肩而坐, 看不出是佣人, 现在他给女人揭破身份, 又要让位子, 孤躲着嘴, 只好站起来, 李先生假刻套一下, 便挨挨擦擦地坐下, 孙小姐看不入眼, 也下车去, 到大家回车, 汽车上路, 李先生在咀嚼米糕, 寡妇和阿福在吸香烟, 洪剑用英文对欣慰道, 你猜一猜, 这香烟是谁的, 欣慰笑道, 我有什么不知道, 这人是个撒谎精, 他那两罐烟到现在还没抽完, 我真不相信, 洪剑道, 他的烟味难闻, 现在三张嘴同时抽, 真受不了, 得戴防毒口罩, 请你抽一回烟斗吧, 解解他的烟毒, 到了南城, 那寡妇主仆两人, 和他们五人住在一个旅馆里, 以李梅亭的意思, 孙小姐与寡妇同事, 阿福独睡一见, 孙小姐口气里, 绝不肯和那寡妇作伴, 李梅亭却再三示意, 余钱无多, 旅馆费可省则省, 寡妇也没请李梅亭批准, 就主仆俩开了一个房间, 大家看得奇怪, 李梅亭尤其一份甜胸, 背后孤了好一阵, 男女有别, 尊卑有份, 孤儿千借到一张当天的报, 看不上几行, 直嚷, 不好了, 赵先生, 李先生, 不好了, 孙小姐, 原来日本人进攻长沙, 行事危机得很, 无人商议一下, 觉得身上盘匪爵不够退回去, 只有赶到吉安, 领了汇款, 看情形在座后途, 李梅亭忙把长沙紧急的消息告诉寡妇, 加油加将, 如火如荼, 就仿佛日本军部给他一个人的机密情报, 吓得那女人不绝的叫声说, 啊呀, 李先生, 各莫那哼呢, 李梅亭说自己这种上等人到处有办法, 会相机行事, 绝处逢生, 用人们就靠不住了, 没有知识, 他有知识也不作用人了, 跟着他走, 准闯祸, 李梅亭别了寡妇不多时, 只听他房里阿福立声说话, 潘科长派我送你的, 你路上见一个好一个, 知道他是什么人, 潘科长那我将来怎样交代, 那夫人道, 吃醋也轮得到你, 我要你来管, 给你点面子, 你就疯了王了, 不识抬句, 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阿福冷笑道, 王八是谁挑我做的, 害了你那位死鬼男人, 做王八不够还要害我, 啊呀呀, 一溜烟跑出房来, 那女人在房里很声道, 打了你耳光, 还要叫你向我烧鹿头, 你放肆, 请你尝尝滋味, 下次你别再想, 李先生听他们话中有音, 做酸得心似角枝的青梅, 恨不能向那寡妇问个明白, 再痛打阿福一顿, 他坐立不定地向外探望, 阿福正躲在寡妇房外, 左手抚摸着红肿的脸颊, 一眼瞥见李梅婷, 自言自语, 不像尿缸里照照自己的脸, 想吊膀子开油, 李先生再有寒养功夫也忍不住了, 冲出房道, 猪罗, 你骂谁? 阿福道, 骂你这猪罗, 李先生道, 猪罗骂我, 阿福道, 我骂猪罗, 两人鸡声淡淡生机的句法, 练习没有了期, 反正谁嗓子高, 谁的话就是真理, 古先生怕事, 拉李先生进去, 说, 这种小人跟他计较什么呢? 阿福威风百倍道, 你有种出来, 别像乌龟躲在洞里, 我怕了你, 李先生果然又要躲, 脱门而出, 心眉红剑听不过了, 也出来和阿福道, 人家不理你了, 你还嘴里不清不楚干什么? 阿福有点气馁, 还嘴硬道, 笑话, 我骂我的, 不干你们的事。 心眉嘴里的烟斗, 高翘着像老师军舰上一尊炮的形式, 对擦大手掌, 想催地拍一下, 握着拳头道, 我旁观抱不平, 又怎么样? 阿福眼睛里全是恐惧, 可是心眉话没说完, 那寡妇从房里跳出道, 谁敢欺负我的佣人? 两七一一, 不要脸, 网座的男人, 欺负我寡妇, 没有出血, 心眉红剑慌忙逃走, 那寡妇得意地冷笑, 还骂几句, 拉扶回房去了, 心眉教训了李眉亭一顿, 红剑背后对心眉道, 那此老虎跳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方面该孙小姐出场, 就抵得住了, 下半天, 寡妇碰见他们五人, 洋洋不彩, 阿福不顾焚起的脸, 对李眉亭几眼撇嘴, 那寡妇有事叫阿福, 声音里低得下蜜糖, 李眉亭叹了半夜的气, 旅馆又住了一天, 在这一天里, 孙小姐碰到那寡妇, 还点头微笑, 假如心眉等不在旁, 也许彼此应酬几句, 说车票难买, 旅馆里等的气闷, 可是心眉等四人, 就像新学会了隐身法似的, 那寡妇路上遇到, 眼睛里没有他们, 明天上车, 心眉等把行李全结了票, 手提的东西少, 挤上去都抢到座位, 寡妇带的是些不结票的小行李, 阿福上车的时候, 正像欢迎会上跟来宾拉手的要人, 恨不能像牵手观音菩萨分几双手来才够用, 心眉瞧他们俩没位子坐, 笑说亏得昨天闹翻了, 否则这时候还要让位子呢, 我可不肯, 我字说得有意义的重, 李梅廷脸红了, 大家忍住笑, 那寡妇远远地望着孙小姐, 使她想起牛或马的瞪眼向人请求, 因为眼睛就是不会说话的动物的舌头, 孙小姐心软了, 低头不看, 可是觉得坐着不安, 直到车开, 偷眼望见的寡妇也有了位子, 才算心定, 车下午到宁渡, 心眉们忙着领行李, 大家一点, 还有两件没运来, 同声说, 晦气, 这一等不知道又是几天, 心里都担忧着钱, 上车站对面的旅馆一问, 只剩两间双铺房了, 心眉道, 这哪里行? 孙小姐一个人一间房, 单铺的就够了, 我们四个人要有两间房, 孙小姐不愁愁说, 我没有关系, 在赵先生方先生房里天张竹铺得了, 不省时省钱吗? 看了房间, 割了东西, 算了今天一路上的账, 大家说晚饭只能将就吃些东西了, 正要叫伙计, 忽然一间房里连嚷, 伙计, 伙计, 带客带枪, 正是那寡妇的声音跟着大吵起来, 仔细一听, 那寡妇叫了旅馆里的饭, 吃不到几块菜就恶心, 这时候才知道菜是用童油炒的, 阿福这粗货, 没理会味道, 一口气吞了两碗饭, 连饭连菜吐个干净, 隔夜吃的饭都吐出来了, 寡妇如实说, 仿佛那顿在南城吃的饭该带到桂林去的, 李梅廷拍手说, 这真是天法他, 瞧这混蛋还要撒野不撒野, 这旅馆里的饭不必请教了, 他们俩已经替咱们做了试验品, 五人出旅馆的时候, 寡妇房门大开, 阿福在床上哼哼唧唧, 他手扶桌子, 像谭语恶心, 火鸡一手拿杯开水, 一手拍他背, 李先生道, 咦, 他也吐了, 心没道, 呕吐跟打喝钱一样, 有传染性的, 尤其运船的时候, 看不得人家偶, 孙小姐弯着含笑的眼睛说, 李先生, 你有安定胃神经的药, 送一片给他, 他准, 李梅廷在街上装腔飘嚷道, 孙小姐, 你真坏, 你也来开我的玩笑, 我告诉你的赵叔叔, 晚上为了谁睡住他的问题, 心没等三人又谦让了一阵, 孙小姐给心没和红健抢逼着睡床, 好像这不是女人影响的权力, 而是她应尽的义务, 心没人太高大, 竹榻容不下, 结果红健睡了竹榻, 刚架在两窗之间, 躺了下去, 局促地只想翻来覆去, 又拘谨地动都不敢动, 不多时, 她听心没呼吸合云, 撂以睡数, 像便宜的这家伙, 自己倒在这两张不挂帐子的窗中间, 坐了个屏风, 替她隔离孙小姐, 她又嫌桌上的油灯太亮, 忍了好一会, 熬不住了, 轻轻地下床, 想喝口冷茶, 吹灭灯再睡, 严床凤里挨到桌子前, 不由自主望望孙小姐, 只见睡眠把她的脸洗桌得明镜滋润, 一堆散发, 不知怎样会敷在她脸上, 使她脸添了放任的妹姿, 鼻尖上的发烧跟着鼻息起伏, 看得带她脸痒, 恨不能伸手替她略好, 灯光里她睫毛仿佛微动, 红剑一跳, 也许自己演错, 又似乎她忽然呼吸短促, 再一看, 她睡着不动的脸像在泛红, 慌忙吹灭了灯, 溜回竹榻, 到惶恐了半天, 明天一早起, 李先生在帐房的柜台上看见昨天的报, 第一道消息就是长沙烧成白地, 吓得声音都一失了, 一分钟后才找回来说得出话, 大家焦急得眉功夫觉得饿, 倒省了一顿早点, 红剑豪梅主意, 但仿佛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跟着人走, 总有办法, 李梅亭哀声叹气道, 倒眉, 这一次出门, 真是倒足了眉, 上海好几处留我的留我, 请我的请我, 我鬼迷昏了头, 却不过高松年的情面, 吃了许多苦, 还要半途而废, 走回头路, 这笔账向谁去算, 心梅道, 要走回头路也没有钱, 我的意思是, 到吉安领了学校汇款再看情景, 现在不用计划得太早, 大家吐口气, 放了心, 顾尔谦忽然聪明地说, 假如学校款子没有汇, 那就糟透了, 四人不耐烦地同声说他过滤, 可是一时里都给他这话唤起了响音, 彼此举的理由, 倒不是驳斥顾尔谦, 而是安慰自己, 顾尔谦忙想收回那句话, 仿佛给人拉住的舌尾巴要缩进洞, 道, 我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 我说一声罢了, 红剑道, 我想这问题容易解决, 我们先去一个人, 吉安有钱, 就打电报叫大家去, 吉安没有钱, 也省得五个人全去扑个空, 白费了许多车钱, 心没道, 这呀, 咱们分工, 等行李的等行李, 领钱的领钱, 行动灵活点, 别大家拼在一起老等, 这钱是会给我的, 我带了行李先上吉安, 红剑陪我走, 多个帮手, 孙小姐温柔而坚决道, 我也跟赵先生走, 我行李也来了, 李梅婷建立地给心梅一个X逛的头师道, 好, 只剩我跟顾先生, 可是我们的钱都充了工了, 你们分多少钱给我们, 顾尔谦向李梅婷抱歉地笑道, 我行李全到了, 我想跟他们同去, 在这住下去没有意义, 李梅婷脸上生火道, 你们全去了, 撇下我一个人, 好, 我无所谓, 什么同舟共计, 事到临头, 还不是个人替自己打算, 说老实话, 你们到吉安领了钱, 干脆一个子儿不给我得了, 难不倒我李梅婷, 我箱子里的药, 要在内地卖千把块钱, 很容易的是, 你们瞧我讨饭, 也讨到了上海, 心没诧异说, 咦, 李先生, 你怎么误会到这个地步, 顾尔谦抚慰地说, 梅婷先生, 我绝不先走, 陪你等行李, 心没道, 究竟怎么办, 我一个人先去, 好不好, 李先生, 你总不疑心, 我会吞灭公款, 要不要我留下行李作哑, 说玩家以一笑, 减低语义的严重, 可是这一笑生硬倔强, 宛如干江湖沾上去的, 李梅婷摇手连连道, 笑话, 笑话, 我也绝不是以小人之心推测人的, 宛建自言自语道, 还说不是, 我觉得方先生的提议不切实际, 方先生, 抱歉抱歉, 我说话一笑直率的, 譬如赵先生, 你一个人到吉安领了钱, 还是想前进呢, 向后转呢, 你一个人做不了主, 还要大家就地打听消息共同决定的, 宛建接嘴道, 所以我们四个人先去呀, 服从大多数的决定, 我们不是大多数吗, 李梅婷说不出话, 照顾两人忙劝开了, 说大家患难之交, 一致行动, 午饭后, 洪建回到房里, 埋怨心眉太软, 处处让着李梅婷, 你这委屈求全的气量, 真不痛快, 做领袖有时也得下落手, 孙小姐笑道, 我那时候, 乔房先生跟李先生两人争了眼,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气呼呼的, 真好玩, 像互相要吞掉彼此的, 洪建笑道, 糟糕, 丑态全落在你眼里了, 我并不想吞他, 李梅婷这种东西, 吞下去要害肚子的, 并且我气呼呼了没有, 好像我没有呀, 孙小姐道, 李先生是嘴里的热气, 你是鼻子里的冷气, 心眉在孙小姐背后, 向洪建翻白哑伸舌头, 向吉安区的路上, 他们都恨汽车又奔又慢, 把他们跃跃雨前的心, 也拖累了不能自由, 同时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 愿意这车走下去, 走下去, 永远在开动, 永远不到达, 提希望留着一线生机, 注定旅馆以后, 一算只剩十来块钱, 笑说, 不要紧, 一会儿就付了, 向旅馆账房打听, 知道银行怕空袭, 下午四点钟后才开门, 这时候正办公, 五个人上银行, 一路留心有没有好馆子, 因为好酒没痛快吃了, 银行里办事人说, 钱来了好几天了, 给他们一张表格去填, 心眉向办事人 讨过一支毛笔来填写, 李顾两位左右架着他, 怕他不会写字似的, 这支笔写吐了头, 需要占的是生发油, 不是墨水, 心眉意写一堆墨, 李顾看得满心不以为然, 那办事人说, 这笔不好写, 你带回去填德了, 反正你得找铺宝盖图章, 可是我告诉你, 旅馆不能当铺宝的, 这把五人吓坏了, 跟办事员讲了许多好话, 说人地生疏, 铺宝无从找起, 可否通融一下, 办事员表示 同情和惋惜, 可是公事公办, 得赵张成做, 劝他们先去找, 大家出了银行, 大骂着张成不通, 骂完了, 又互相安慰说, 无论如何, 前事来了, 明天早上, 心眉和李眉亭, 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 灌半壶冷淡的茶, 同出门, 找本地教育机关去了, 下午两点多钟, 两人回来, 头垂气脏, 精疲力尽, 说中小学校全疏散下乡, 什么人都没找到, 吃了饭再说吧, 你们也饿晕了, 几口饭吃下肚, 五人精神顿振, 互相请的银行办事员, 倒很客气, 听他口气, 好像真找不到铺宝, 钱也许就给了, 晚上去跟他软商量吧, 到五点钟, 孙小姐留在旅馆, 四人又到银行, 昨天那办事员早忘记他们是谁了, 问明白之后, 依然要铺宝, 叫他们到教育局去想办法, 他听说教育局没有搬走, 打架回旅馆后, 省钱, 不吃东西就睡了, 洪健饿得睡不熟, 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式皮包, 几乎父辈相贴, 才领略出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 还不够亲切, 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 长得像失眠的夜, 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眠的夜那样慢慢难度, 东方未明, 心眉也醒, 砸嘴是舌道, 气死我了, 梦里都没有东西吃, 别说醒的时候了, 他做梦在都回饭店吃中饭, 点了汉堡牛排和柠檬甜点, 老等不来就饿醒了, 洪健道, 请你不要说了, 说得我更饿了, 你这小气家伙, 梦里吃东西有我没有, 心眉笑道, 我来不及通知你, 反正我没有吃到, 现在把李眉亭烤熟了给你吃, 你也不会闲了吧, 洪健道, 李眉亭没有肉呀, 我看你又白又胖, 烤得火攻到了, 蘸甜面酱, 娇眼, 心眉笑里带身吟道, 饿的时候不能笑, 一笑肚子欲扯痛, 好家伙, 这恶像有牙齿似的, 从里面咬出来, 哎呀呀, 洪健道, 欲躺欲受罪, 我起来了, 上街溜达一下, 活动活动, 可以忘掉饿, 早晨街上清静, 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心眉道, 要不得, 新鲜空气是开胃健脾的, 你真是自讨苦吃, 我省了气力, 还要上教育局呢, 我劝你说着又笑的嚷痛, 你别上毛子, 熬住了, 留点东西, 围吃肚子, 洪健出门前, 心眉问他要一大杯水喝了充实肚子, 仰天躺在床上, 动也不动, 一转侧, 身体里就有波涛汹涌的声音, 洪健拿了些工账里的余钱, 准备买带壳花生, 回来代替早餐, 心眉警告他不许打偏手偷吃, 街上的石面, 仿佛缩在背里的人面, 还没露出来, 卖花生的杂货铺也关着门, 洪健走前几步, 闻到一阵烤山蜀的香味, 鼻子可及喝水, 使得吸着, 饥饿立刻把肠胃加紧地抽, 烤山蜀这东西, 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 偷着不如偷不着, 香味比滋味好, 你闻的时候, 觉得非吃不可, 真倒嘴也不过而而, 洪健看着一个烤山蜀的摊子, 想这笔花生米好多了, 早餐就买它吧, 忽然注意, 有人正做成这个摊子的生意, 衣服体态, 豁向里没停, 仔细一瞧, 不是他是谁, 买了山蜀脸, 对着墙壁在吃呢, 洪健不好意思撞破它, 忙向小弄里躲了, 等他去后, 洪健才买了些回去, 进旅馆时, 遮遮掩掩掩地身怕落在掌柜或伙计的势力眼里, 给他们看破了韩炯, 催算账, 赶搬场, 新梅见识烤山蜀, 大赞洪健的采办本领, 洪健把适才的事告诉新梅, 新梅道, 我知他没把钱全交出来, 他慌慌张张地偷吃, 别哽死了, 烤山蜀吃得快, 就哽喉咙, 而且滚热的, 真亏他, 孙小姐李先生顾先生来了, 都说, 咦, 咱们找到这东西, 尿得很, 顾先生跟着上教育局, 说天个人, 声势撞协, 洪健也要去, 新梅贤他十几天不输投涕胡子, 脸向刺猬, 头发向准备母鸡在里面孵蛋, 不许他去, 紧中午, 孙小姐道, 他们还不回来, 不知道有希望没有, 洪健道, 这时候不回来, 我想也许事情妥了, 假如干脆拒绝了, 他们早会回来, 教育局路又不远, 新梅到旅馆, 喝了半壶水, 喘口气, 大骂那教育局长是糊涂鸡子儿, 李顾也说岂有此理, 原来那局长道具很迟, 好容易来了, 还不就见, 接见时, 口风笔桩食品的洋铁罐还紧, 不但不肯作宝, 并且怀疑他们是骗子, 两个指头, 念着李梅婷的骗子, 仿佛是捡的垃圾, 眼睛瞟着片子上的字说, 我是老上海, 上海摊上什么玩意儿全懂, 这种新闻学校都是挂空头招牌的, 诸位不要误会, 我是论个大概, 国立三驴大学, 这名字生得很, 我从来没听见过, 心里的, 那我也该知道呀, 可怜他们这天饭都不敢多吃, 吃的饭并不能使他们不饿, 只滋养栽培了饿, 使饿在他们身体里长存, 而他们不至于饿死了不再饿, 心没到, 这样下去, 钱到手的时候, 我们全死了, 只能买棺材下链了, 顾先生忽然眼睛一亮道, 你们两位路上看见那妇女邪会没有, 我看见的, 我想女人心肠软, 请孙小姐去走一趟, 也许有点门路, 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下策, 孙小姐一诺无辞道, 我这时候就去, 心没满脸不好意思, 望着孙小姐道, 这怎么行, 你父亲把你交托给我的, 我是做不好, 怎么拖累你, 孙小姐道, 我一路上已经承照先生照应, 心没不愿意听得感谢自己, 忙说, 好, 你试一试吧, 希望你运气比我们好, 孙小姐道妇女协会没碰见人, 说明早再去, 洪健应用心理学的知识, 道, 再去碰见人也没有用, 女人的性情最猜疑, 最小气, 叫女人去求女人准碰钉子, 心没因为旅馆章程是三天一亲账, 发愁明天付不出钱, 李先生豪爽地说, 假使明天还没有办法, 而旅馆逼钱, 我卖掉要得了, 明天孙小姐去了不到一个终点, 就带一个挥布军装的女同志回来, 在她房里, 叽叽鼓鼓了一会儿, 孙小姐出来, 请心没等进去, 那女同志正细看孙小姐的毕业文凭, 上面有孙小姐戴方帽子的漂亮照相, 孙小姐一一介绍了, 李先生又送上片子, 她肃然起敬, 说她有个朋友在公路居做事, 可能帮些忙, 她下半天来给回音, 大家千恩万谢, 又不敢留她吃饭, 公送出门时, 孙小姐跟她手勾手, 尤其亲热, 吃那顿中饭的时候, 孙小姐给她的旅伴们, 恭维地脸向东方出出的太阳, 直到下午五点钟, 那女同志影踪全无, 大家又饿又急, 问了孙小姐好几次, 也问不出个道理, 洪剑觉得冥冥中有个预兆, 这钱是拿不到的了, 不甘不催地拖下去, 有劲使不出来, 仿佛要把转动弹簧门碰上似的无处用力, 晚上八点钟, 大家等得心都发霉, 安定地绝望, 索性不再愁了, 准备睡觉, 那女同志跟她的男朋友宛如诗人近日密不得, 有时还自来的妙具, 忽然光顾, 五个人欢喜地像遇见久别的情人, 亲热地像狗迎接回家的主人, 那男人大啦啦地做了, 没问句话, 大家殷勤抢答, 引得他把手一拦到, 一个人讲话够了, 他向孙小姐要了文凭, 细细把照相跟孙小姐本人认着, 孙小姐微微疑心, 他不是对照相, 是在鉴赏自己, 道难为情起来, 他又盘问照新为一下, 怪他们不带随身证明文件, 他女朋友在旁说了些好话, 他才态度和缓, 说他并非猜疑, 很愿意交朋友, 但不知用公路局名义铺宝是否有效, 叫他们先向银行问明白了, 通知他在盖章, 所以他们又多住了一天, 多上了一次银行, 那天晚上, 大家睡熟了, 还觉得饿, 仿佛饿宣告独立, 具体化了, 跟身子分开似的, 两天后, 他们领到钱, 余管与银行间这条路径, 他们的鞋子也走熟得不必有脚, 而能自身来回了, 银行里还交给他们一个高松年新拍来的电报, 请他们放心到学校, 长沙战士并无影响, 当天晚上, 他们借酬谢和庆祝为名, 请女同志和他朋友上管子, 放两大吃一顿, 顾先生三杯酒下肚, 洗开嘴, 千金一笑的金牙灿烂, 酒烘得发亮的脸, 叹海灯似的, 向全桌照一周, 道, 我们这位李先生离开上海的时候, 曾经算过命, 说有贵人扶持, 一路逢凶化吉, 果然碰见了你们两位, 萍水相逢, 做我们的宝人, 两位将来大富大贵, 为何限量, 赵先生, 李先生, 咱们五个人恭敬, 他们两位一杯, 孙小姐, 你, 你, 你也喝一口, 孙小姐满以为贵人指的自己, 早低着头, 一阵红的消息在脸上透露, 后来听见这话全部相干, 这红像暖天, 像玻璃上河的气, 没成晕就散了, 那位女同志跟她的朋友, 虽然是民主国家的公民, 知道民为贵的道理, 可是受了这封建思想的恭维, 也快乐地两张酒脸, 向怒放的红花, 欣梅顽皮道, 要讲贵人, 咱们孙小姐也是贵人, 没有她, 李梅婷不等地说完, 就敬孙小姐酒, 红建道, 我最惭愧了, 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真是饭桶, 李梅婷道, 是呀, 小方是真正的贵人, 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 我们替她跑腿, 欣梅, 咱们虽然一无结果, 跑是跑得够苦, 当晚临睡, 心没到, 今天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了, 红建, 你看那位女同志长得真丑, 喝了酒更吓得死人, 居然也有男人爱她, 红建道, 我知道她难看, 可是因为她是我们的恩人, 我不忍细看她, 对于丑人, 细看是一种残忍, 除非她是坏人, 你要惩罚她, 明天上午, 他们到了戒话龙, 是江西和湖南的交界, 江西公路车不开过去了, 他们该换作中午开的湖南公路车, 他们一路来坐车, 道站从没有这样快的, 不计较路走得少, 反觉得静转了半天, 说休息一夜吧, 今天不赶车了, 这是片荒山冷屁之地, 车站左右面公路北山, 有七八家小店, 他们投诉的店里, 厨房设在门口, 前见白天是过客的餐堂, 晚上是店主夫妇的洞房, 后见隔围两间, 暗不见日, 漏雨透风, 下暖冬凉, 顺天应时的客房, 店周围浓烈的尿屎器, 仿佛这店是磕菜, 客人有出肥料灌溉的义务, 店主当街炒菜, 只害得新梅等在房里大大喷嚏, 洪健以为自己着了凉, 李先生说, 谁在家里惦记我呢, 到后来才明白, 是给菜里的辣椒熏出来的, 饭后, 四个男人全睡无觉, 孙小姐跟新梅洪健同房, 只说不困, 坐在外间的竹塘椅里看书, 也睡着了, 他醒来头痛, 身上冷, 晚饭时吃不下东西, 这是暮秋天气, 山深日短, 云雾里露出一线月亮, 宛如一只挤着的近视眼睛, 烧情, 这月亮圆滑的什么都沾不上, 轻盈的什么都压不住, 从蓬松如续的云堆下 无牵挂地浮出来, 原来还有一边美满, 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边, 孙小姐觉得胃里不舒服, 提议踏跃散步, 大家沿公路走, 满地枯草, 不见树木, 成片像样的黑影子也没有, 夜的纹饰遮掩, 选给月亮曝光了, 不留体面, 那一晚, 山里的寒气, 把旅客们的睡眠冻得收缩, 不够包裹整个身心, 五人只支离零碎地睡到天明, 照理心眉和红剑一早溜出去, 让孙小姐房里, 从容穿衣服, 两人回房拿手巾牙刷, 看孙小姐还没起床, 被蒙着头呻吟, 他们盲问他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他说头晕得身不敢转侧, 眼不敢睁开, 心眉伸手按他前额道, 热度像没有, 怕是累了, 受了些凉, 你放心好好休息一天, 咱们三人明天走, 孙小姐嘴里说不必, 坐视抬头, 又倒下去, 两酒吐口气, 请他们在他窗前放个弹鱼, 宏剑问店主要弹鱼, 店主说, 这样大的地方还不够吐鱼, 要弹鱼有什么用, 半天找出了一个洗脚的破木盆, 孙小姐向盆里直吐, 吐完躺着, 宏剑出去要开水, 心眉说外间有太阳, 并且煮躺椅的枕头高, 睡着舒服些, 叫他是穿衣服, 自己抱条, 被先替他在躺椅上扑好, 孙小姐不肯让他们扶, 垂头闭眼, 摸着臂走到躺椅边, 颓然倒下, 宏剑把心眉的橡皮热水袋充满了, 给他暖胃, 问他要不要喝水, 他喝了一口又吐出来, 俩人急了, 想李梅廷带的药礼也许有人担, 隔门问他讨一包, 李梅廷因为车到中午才开, 正在床上懒着呢, 他的药是带到学校去卖好价钱的, 留着原封不动, 准备十倍原价去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 一包人担打开了不过吃几粒, 可是风皮一拆, 余下的便卖不了钱, 又不好意思向孙小姐算账, 虽然人担之前无几, 他以为孙小姐一路上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够一包人担的交情, 而不给他药呢, 又显出自己小气, 他在急安的时候, 三餐不全, 担心自己害营养不足的病, 偷打开了一瓶日本牌子的鱼竿油丸, 每天一餐以后, 吃三粒聊作滋补, 鱼竿油丸当然比人单贵, 但已打开的药瓶, 好比嫁过的女人, 减低了市价, 李先生批一厨房一问, 知道是胃里受了冷, 躺一下自然会好的, 像鱼竿油丸, 吃下去没有关系, 便说, 你们先用早点吧, 我来服侍孙小姐吃药, 心眉红剑都必嫌疑, 不愿意李梅亭说, 他们冒他的功, 真吃早点去了, 李梅亭回房取一粒完药, 套杯开水, 孙小姐懒张眼, 随他摆布咽了下去, 红剑吃完早点, 去看孙小姐, 只闻着一阵鱼心, 想他又吐了, 怎会有这样怪味, 正想问他, 忽简单两家全是湿的, 一部分泪水从紧闭的眼烧里流过耳边, 低湿枕头, 红剑慌得手足无措, 仿佛无意中撞破了自己不该看的秘密, 忙偷偷告诉心眉, 心眉也想, 这种哭事不需给陌生人知道的, 不敢向他问长问短, 两人参考生平关于女人的全部学问, 来解释他为什么哭, 结果英雄所见略同, 说他的哭大半由于心里的痛苦, 与孩子亲礼此家, 半途生病, 举目无亲, 自然要哭, 两人因为他哭得不敢出声, 尤其可怜他, 都说要带他好一点, 轻轻走去看他, 他想睡着了, 脸上泪子和灰尘, 结成几道黑痕, 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 还不是秋冬的雨点, 不只把自己的脸摧毁得衰败, 只向清明时节的梦雨, 尽肿了地面, 骗了些泥, 从借画笼到邵阳这四五天里, 他们的旅行顺溜向段子, 他们把新发现的真理挂在嘴上说, 前世非有不可的, 邵阳到学校全是山路, 得换做轿子, 他们公共汽车坐腻了, 换新鲜坐轿子, 喜欢得很, 坐了一会, 才知道比汽车更难受, 脚趾先动得痛, 宁可下轿, 走一段再坐, 一路上崎岖缭绕, 走不近的山河田, 好像时间已经遗忘了这条路途, 走了七十多里, 时间仿佛把他们收回去了, 山雾渐起, 阴转为昏, 昏宁为黑, 黑得浓厚的一块, 就是他们今晚投诉的小村子, 进了火铺, 教夫和挑夫们升起火来, 大家围着取暖, 以免烧菜做饭, 火铺里晚上不点灯, 把一长片木柴烧着里头, 插在泥堆上, 苗条的火焰摇摆伸缩, 屋子里东西的影子跟着火了, 新梅等睡在一个桶间里, 没有床铺, 只是五叠干草, 他们倒宁可睡稻草, 剩余旅馆里那些床, 或像凹凸地图, 或像肺病人的前胸, 红剑眷急, 迷迷糊糊要睡, 心中放不平稳, 睡四面聚进来, 可是喝不拢, 仿佛两半窗帘要接缝了, 忽然拉链梗住, 还漏进一线外面的世界, 好容易睡熟了, 梦深处一个小声音带哭嚷道, 别压住我的红棉袄, 别压住我的红棉袄, 红剑本能地身子滚开, 意识跳跃式地清醒过来, 头边一声叹息, 轻微地指向被恶意的情感, 偷偷在呼吸, 他吓得汗毛直竖, 黑暗里什么都瞧不见, 像花根火柴, 又怕真照见了什么东西, 心眉症打憨, 远出一条狗在叫, 他定一定神, 笑自己活见鬼, 又神经松懈要睡, 似乎有什么力量拒绝他睡, 把他的身心撑起, 撑起, 不让他安顿下去, 半睡半醒间, 爱呆地感到醒的时候, 一个人是轻松悬空的, 一睡熟就沉重了, 正挣扎着, 他听临近孙小姐, 呼吸颤簇想欲哭不能, 注意力紧紧一集中, 水又消散了, 耳边清清楚楚地一声叹息, 仿佛工作完毕的吐口气, 红箭头一侧, 躲避那张叹气的嘴, 喉舌都给恐怖干截住了, 叫不出谁呀两字, 只怕那张嘴会搓耳朵告诉自己, 他是谁, 忙把被蒙着头, 心跳得像胸膛里容不下, 隔背听见欣慰睡觉中咬牙, 这声音解除了他的恐怖, 使他觉得回到人的世界, 探出头来, 一件东西从他头边跑过, 一阵老鼠叫, 他划根火柴, 那神经质的火焰一跳就熄了, 但他一批剑表上正是十二点钟, 孙小姐给火光药性翻身, 红箭问他是不是梦魇, 孙小姐告诉他, 他梦里像有一双小孩子的手推开他的身体, 不许他睡, 红箭也说了自己的印象, 劝他不要害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